觀眾朋友 今天跟我們說 申奧電廠這個攸關民進黨政府 二零二五年非核家園 能不能落實 能不能成功關心到所謂的北部電力 夠不夠也關係到整個北臺灣空污問題 會不會更加加劇的申奧電廠 現在又有新的變數出來 昨天在立法院的時候 立法委員要求包括新北市政府 包括一些環保生態學者 談一談說 這邊到底可不可以去蓋電廠 結果新北市政府說 這個是我瑞芳保育區 這個可能會嚴重衝擊到附近周邊的 生態環境的這些問題 可是環保署說 這樣怎麼會對 之前開花你都不說啊 你都同意啊 你有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啊 之前都在講空污問題 那空污問題釐清 或者是有一個段落之後 怎麼現在突然崩一下 又來一個什麼保育 說什麼周邊有很多很多的 這些珊瑚礁 說什麼周邊呢 是臺北很重要 北部地區非常重要的漁場 怎麼突然間從空污問題談到保育問題呢 之前都不講 現在才來說是保育區要求說 不管是要重做環評 甚至說禁止開發對環保署來講 新北市政府這個叫做強持奪理 今天呢 我們大概不去談所謂的政治的紛紛擾擾 我們今天要談一下 究竟在深澳電廠這附近周遭 有什麼生態 如果說它是一個生態 非常豐富的地區的話 那麼蓋了一個藍煤電廠 儘管對行政院來講 這叫乾淨的煤 然後這一定要畫個引號 但是蓋了藍煤電廠之後 對於生態會造成什麼影響 甚至對於像是基隆新北市的漁獲 整個所謂的海洋環境 會有什麼衝擊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地理位置 其實我們談了幾次 但可能到現在還是有些人說 深澳到底在哪裡 你從Google我們來看一下 請導播給我看一下這個地圖 這裡就是深澳灣 深澳電廠要蓋在這邊 你把它拉大一點 其實這就是背刀 八斗子在這邊 這邊當然是很重要的漁市 這邊有海洋科技博物館 這裡是聽說是台灣最重要的 那個軟糞 我們就要吃那些 有點像花雞 透抽那些軟糞 最多的這個產區 本來呢 是說要蓋在這裡 這裡叫環仔褲 本來是說這裡要蓋一個碼頭 後來呢說 這個碼頭可能會對這邊的生態環境漁獲 造成很大的衝擊 還會對八斗子這個海科管 造成很大的影響 因此移到這邊來 這個是深澳電廠的地理位置 那現在深澳電廠呢 要移到這個地方 同時也是之前 舊深澳電廠的地方 真的會對於周遭的生態 難道真的下面有非常豐富的珊瑚礁群嗎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先來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非常資深 長期應該是每年都到這個地方去潛水的資深 潛水教練王明翔 王大哥 王教練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新北市的環保局局長 劉荷蘭 劉局長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再來歡迎是海洋大學 海洋事務局資源管理所的教授邱文燕邱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先請教教練 我們先再來看這個位置 拜託導播讓我看一下另外幾張CG 請導播切換成CG 剛剛我們講說第一張CG 麻煩導播 這個呢就是現在深澳電廠的位置 就是洩梅碼頭 剛剛講說本來呢是要蓋在這裡 那這裡呢也是您之前一直去拍照片 或是這些所謂的豐富的生態的地方 可是現在碼頭呢移進來 這個深澳灣裡面 碼頭在這邊 深澳的電廠預定地在這邊 那這邊呢會蓋兩個堤房 先請教 真的會對生態造成很大衝擊嗎 下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大家所知道的 我們臺灣的海岸線 都是以海灣驅行極多 那任何一個海灣 他都有減緩海流 跟減少海浪衝擊的功能 那今天他在右手邊三百九十公尺 跟左手邊的四百九十公尺 他蓋下去之後 他的海流會整個改變整個海灣的海流影響 再來這個 正這個角度 剛好是每年東北季風 最強烈撞擊的時候 那我請教你 你潛水下去 你是潛到哪裡 那裡有什麼東西 我們潛水的話 我們就在歡宅澳那個 家 對這一塊到突甲這裡 水下都有非常豐富的珊瑚礁群 所以等一下你要給我們看照片 都是在這裡拍的 還有這一邊蝙蝠洞 就是另外右手邊這裡 蝙蝠洞在哪裡 這裡 這裡 也有很多我們潛水的朋友 也拍攝了很多海底的景色 拜託導播 讓我們看一下我的電腦 這個就是那個王教練 你拍的一些照片 拜託讓我看一下 這個就是剛剛你說在 番宅澳跟深澳旁邊 這個是在蝙蝠洞這裡 這個那個 就是在深澳灣的這個地方 右手邊 深澳灣 不是那個深澳灣的右手邊 這裡是臺電沒有去做環評的地方 沒有比例池 這是多大 這個我們後面有有實際的拍攝的 那個我們拉尺 等一下給觀眾修一下 這個這個至少 這一顆至少 光這一個 光這一顆 這個直徑至少都九十公分以上 直徑九十 對都是九十公分以上的 差不多三尺 然後九十公分 OK 那我們就慢慢地看這裡 這個是比較 比較淺焦的 我們比較深的珊瑚 會比較屬於軟珊瑚 然後比較淺的 他就是一些死珊瑚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小丑魚 馬克力 馬克力不是你 對那個李存銘 是我們團隊 我們拍到的團隊 李存銘 2014年 他是2014年前拍的 對拍的 對然後這些都還在 是我們每年都在這邊做紀錄 現在這個還在 還在都還在 因為我們每年都會下去看 這個也是很淺 這個上面陽光 這個都很淺 這些柳珊瑚 這個是屬於蝙蝠洞這一塊 這個極碎珊瑚 也都是非常的豐富 這個就在深澳這個地方 就這麼多 對就是在深澳的地方 就有了 這個也是整片的珊瑚礁 那我們也知道珊瑚礁是孕育 當然 下一代的那個溫床 如果這裡沒有的話 可能我們 魚群就沒辦法 在這裡 這個我們還看到 一些藍藍的光 所以這大概是幾米 這個幾乎都差不多 十米左右而已 不會很深 十至十五米左右 定義說 那個游泳技術 比較高的人 也不用帶裝備 下去自由潛水 都看得到 自由潛水就看到這個 對對對十米 十米至十五米左右 好再看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都是在便服洞 這裡就是那個 那個右手邊 他的堤防三百九十公尺 右手邊的地方 不過我們看完這個照片 那個局長 你要限制人家 不要說一天到晚 一大堆人就要去這邊 亂採亂挖這樣子 這個也是屬於 我們潛水的朋友 是不會去採這個 我們有些潛水朋友 就是怕有人看了 電視之後 等一下就跳下去 現在珊瑚都是浸採的 所以原則上 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珊瑚 都是很漂亮的 這個整個珊瑚礁 裡面都是很多小魚在這一邊 是 這個是一個很豐富的食物鏈 如果你沒有小魚的話 就沒有大魚進來 這個也是 會非常漂亮 因為那個潛點 我們潛水朋友 稱呼他為叫一線天 所以每到假日 都有很多的潛水朋友 會到那一邊 去做一個潛水活動 OK 這個就剛剛看過了 那接下來要請教教練幾個問題 舊深澳電廠 是一個發電效率很差 污染很嚴重的 舊式的燃煤電廠 他在深澳這個地方 運作了幾十年 幾十年來 我們還是擁有這麼豐盛的 這麼美 這麼珍貴的生態資源 那我們現在改成 在同樣的地方 而且採用比較好的工法 而且採用比較高的燃料的效率 所以不會有什麼破壞啊 以前就沒有破壞 可能現在會破壞 現在是他的 那個外面的海堤的問題 外面的海堤 對 對 來拜託導播再給我看一下 剛剛那個CG9好不好 拜託那個第九章 麻煩我們看第九章 現在是這兩邊 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三百九十公尺 跟四百九十公尺 這個左右海堤 這個原本 我們現在看的這個海圖 這個曲線 這個全部都是珊瑚礁地形 你剛剛拍的 那麼多珍貴照片 都是在這邊 還有這邊 對 這一塊 對 這裡還有更多的照片 那為什麼以前幾十年來 救生澳電廠 沒有破壞這些珊瑚礁 主要理由 第一個 以前沒有要蓋這個堤房 對 所以洋流沒被改變 沒有被改變 排水管 排水管以前是在這裡 從這裡出來而已 直接就從這裡出來 然後這裡進去 這裡又出來 有兩條可以出來 現在要怎麼蓋 現在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直接排到外面來 他是埋到海裡面的管線 那現在這條 埋到海裡的管線出來 他是屬於比較淺 淺塵的 那淺塵 水溫最高可以到三十二度 到三十六度 剛才我們看那個才沒有到十米 對 他現在水管要帶的 還比較淺 沒有 一樣的地方 剛才去盜 就我們可以到這裡 對 再來就是說 他現在排放出來的管線裡面 他久了之後 會長一些海栗子 就是一些貝殼 他會阻塞管線的運作 不管是進水 或是出水都會 他必須要用有毒的藥水 去把這一些阻塞管線的一些海栗子 貝殼把它堵掉 堵死之後 才能夠排泄出來 那些有毒的水 就隨著這一些管線 流到外海出去 就像我們政產 要投浮塑爐 對 對 對 把我們的農作物也投投到 結果我們人要吃下去 所以我們為了排這個所謂的 這個排水管上面附著的 這些什麼海牡蠣 水管內的 管內的附著物 你就要加那些有毒的毒水下去 是是是 那除了毒這些所謂的海牡蠣 順便也把這些珊瑚礁毒死 對 沒錯 我再請教一下邱老師 幾個問題 之前我們剛剛釐清 原本呢 第一個 這個就是那個 深澳電廠的預定地 也是舊深澳電廠 差不多就是在這個位置 剛剛我們一直在問說 那舊深澳電廠營運了幾十年 為什麼說現在要蓋一個更高 效率的電廠 就會破壞現有的這些珊瑚礁呢 剛剛王教練講說 第一個 以前幾十年來沒有這兩個波提 因此洋流煤被改變 第二個排水管的整個本來是這麼短 然後在港灣裡面 現在要深一個很長的排到外海 而就是影響到這些珊瑚礁 如果是這些改變 為什麼環評都沒去做一些影響評估 我想環評的這個檢查跟報告 他必須要做得非常的仔細 所以我們應該去檢視一下 當時的環評的報告 到底有沒有更新這個相關的一些資料 我想這是第一點 我們應該要去注意的 另外一方面 我比較關心的是這個海灣跟原來的翻載 其實狀況是不太一樣的 當然原來的這個環評 我們的位置是在翻載 那麼現在移到這個我們的深澳漁港 深澳灣的時候 它兩邊的生態環境是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個翻載的話 它是比較開闊型的 那現在這個深澳這個灣是比較窄的 比較封閉的 比較封閉的 但是過去還有一個中油的這個碼頭 那你又要當若干的這個漁業的這個使用 我比較擔心的 除了這個生態方面的影響 將來的這些油污染的一個排放 還包括船舶有沒有碰撞的一個危機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但是我現在想想要再說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建這個堤防 我們都知道說過去的這個曹晉公園 底下是一個垃圾掩埋場 那在這種珊瑚礁盤 剛剛王教授的 王教練的這個報告 我們都已經看得很清楚 它基本上這個地區 是一個珊瑚礁生態系 是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底下就是一個膠盤 但是膠盤上要建堤防 其實它的安定性是很困難的 非常有問題 所以在二十多年前 我們在這個曹晉公園建這個垃圾掩埋場 它建了一個堤 那麼一次颱風來就破了一個大洞 所以你可以看到看到現在呢 這個問題還是沒有辦法克服 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雖然是為了傳播進出的這個 近穩度 它建了這個三個題 但是呢 它對這個生態方面的影響到底是怎麼樣 另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剛剛王教練也特別提到說 我們為了要排除這個一些生物呢 它的附著 那我們可能會使用某些的塗料 甚至某些的這個藥物 那麼過去呢曾經在高雄港 我們可以看到傳播的這些塗料呢 它含有有機系 那有機系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那麼這些海洋學家已經發現說 這些有機系會造成一種雄化的現象 就是母的長成雄性器官 所以這是變成一個生態上的一個變異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 這個地方呢 海洋生態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我想等一下劉學長說不定可以再補充 當時瑞芳保育區呢 基本上它保育的目的就是四個字 生態豐富 所以這個地方剛剛還可以看到 它其實生態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的這個瑞芳這個漁會呢 它的漁獲量呢 在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統計呢 是到了十八萬 一萬八千公噸一年 它佔了新北市的百分之七十二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這個漁獲量 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瑞芳保育區 它當時呢 保育的這個基本的對象是什麼 是包括海膽 包括我們的龍蝦 包括大法羅 包括很多的麒麟菜啊 海菜 這些這些生物呢 其實它它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底氣生物 所以我們現在擔心的就是說 這個堤防劍的時候 不但它的安定性是一個問題 將來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因為它面向東北方 那這個海浪呢 衝擊 那麼颱風暴潮來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這個 我們很多的這個 我們遊艇港 都是碰到這個問題嘛 了解 但是還有安全性的問題 但是邱老師我另外請教你 當然教練一下去看到這種珊瑚礁 他說哇這這麼珍貴 怎麼可以被破壞 他說對我們這種門外 他說哇實在是太太美了你知道 可是就整個海洋生態來看 在深澳瑞芳八斗子中間 這塊地方 據教練所說 這些照片都是這幾年拍的嘛 最遠大概是十年前 最近大概是這幾年 那教練說 直到它去年下去 都還是看到這麼多的豐富生態 我想請教的是 不管我們看到這個 大概是九十公分 健寬半徑的這樣子一個珊瑚礁 乃至於在十米內呢 十米海深 中間呢就可以看到這麼多的珊瑚礁體 它所扮演的生態重要性 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貴嗎 還是說這個東西在其實台灣到處都看得到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那為什麼蓋了深澳電廠 這些珊瑚礁體 就會遭到嚴重破壞 我想知道第一個就是提防的一個影響 第二個就是我們在海洋污染的影響 因為我們有船舶進出 勢必會有傳播的一些污染 還有我們建廠以後呢 你的鋪面增加 你的地表淨流當然會增加 另外一方面 然後空氣撥染的一個影響 這也是海洋污染的一個來源之一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一個影響 可能是直接衝擊到海洋生態系統 但是我們從剛才這些照片來看 它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珊瑚礁生態系統 剛剛王教練特別提到的 這些珊瑚礁都是小魚小苗 它躲藏捕育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因為有這些珊瑚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為什麼深澳漁港被選為這個十大魅力的這個 最重要的 為什麼你會抓到那麼多軟席啊 還可以抓到那麼多軟席啊 那就是說這個貨帶很豐富 你為著保它 它才會來這邊嘛 是的 就很像說我們之前在談那個大潭藻礁 為什麼你可以看到那麼大隻的螃蟹 還有一大堆那個什麼 什麼醇的那些東西用蠻啊 就表示它食物夠 是 但是呢很重要就是 藻礁提供它食物來源 這邊就是珊瑚礁提供食物來源 不過我請教一下局長 昨天呢 新北市跟環保署 有一番醇槍舌戰 那新北市政府就說 這個是瑞芳保育區啊 你怎麼可以隨便蓋呢 你怎麼不重視生態保育環保的這些問題 環保說 每次開火你也沒說了 你現在已經人環評環差過了 你現在才在說 這現在叫做強持奪理 而且呢 依照等一下我們看 農委會漁業署的資料說 保育區特別是這個瑞芳保育區是什麼 只有說特定時節禁職財捕 特定的物種 不說不可以開發 不說不可以去電唱 但是我們來看看 我也有一點疑問 到底瑞芳保育區的範圍是什麼 因為我們查了一下資料 也有這麼大 剛剛我們談說 從那個翻載澳外圍呢 一直畫一個圈 然後呢 一直到深澳港區裡面 然後這一個四方形 這個呢 是我們查到一個資料 可是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也有一個資料 就是呢 其實呢 他只有翻載澳外面這一圈 一直到堤防這裡 這個是瑞芳保育區 因此要請教你兩個問題 一個是到底瑞芳保育區是多少 如果說只有到這邊 你補房外面就把保育就好 這裡人也是還去這個深澳電廠 第二個 就算你的範圍是到這邊 也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說 保育區裡面不得開發 所以你們是在強詞奪理 我剛剛又回到昨天的感覺 我剛剛看到這個王教練 的這些照片 不要說今天 其實我們 我們在大會審查 真的是拜託王教練到現場 因為我們也希望在地 有沒有更了解 那個 因為你住在地 你有那個感情來講 才有那個生命力 所以3月14號 這一次我給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其實在環境差異裡面 有三個主軸要講 第一個就是空汙 第二個就是健康 第三個就是生態 所以這三個 其實有三個面向 要來談這一次的 環境差異分析的問題 應該說深澳電廠 他衝擊了這三方 那三方面裡面 在一個委員會裡面 本來就有不同的專業 你看王教練 在談這個的感受 跟他把照片拿給我說 劉局長你來倒共 我講不出那個感覺 所以我們在 叫他來說空汙也不對 對啊 他剛剛說沒有 王教練說空汙 我來講這個 我看那天環評大概 可能不是八比八 可能十比四就已經贏掉了 所以我要提的一個 這個 在一個委員會裡面 何況新北市政府 其實是一個列席單位 我們也是準備所有的資料去 所以第一個要先說 其實他是三個面向 第二 我們在談生態 其實我們的邱教授 南昭吉也副書長 我們說生態 以我再主持環評 我們不會先去看他 有沒有在保護域區 不先看這個 好像有法令 我們才要去注意生態 不會 只要這個地方 在開發的過程中 對生態有衝擊 就是要做好完整的評論 就算他不是保育區 你也不能隨便就開發 其實生態的議題 不管當天的委員裡面在談 或是像我們第一線的 王教練來講 我們 我審 我審了六七年的 這個環評裡面 我只要談到生態 絕對不是先看法令 是看這裡的生態 豐不豐富 重不重要 就算一個綠色的藍帶 我也是很重視 他沒有化為保育區 我們要請他好好評估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這是前兩個概念 所以我早上會說 其實這是一個價值問題 如果你把它下陷到法律的問題 我只要說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 就生態來說 你用法律保障 就是最低保障 可是如果是一個有宏觀 尤其身為環保機關 不管是地方還是中央 你本身對於生態 在做這件事情 你就應該要有一個 對於生態統觀的概念來做 現在我來回答 我們主持人剛才說的幾個問題 我剛才先說的 這裡剛才有一個道 為什麼這次環差跟環評 大概會對於生澳灣 跟繁殖澳灣 你蓋這個碼頭有什麼 早期在九十五年環評通過 剛剛邱老師也提到 應該回去查一下環評 絕對查不到這兩個提防 絕對找不到 因為他早就蓋在這邊 就是我們剛才秀出來 那個繁殖澳灣 所以就是蓋在這裡 所以這部分 這是九十五年的道 十多年前通過環評 根本沒有這兩個提防 根本沒有 完全沒有這兩個提防 所以你看這是古的道 空的 這是從我們舊的環說書裡面 寫出來 所以第一個 我還是要先解釋 為什麼這一次 在環差的審查裡面 我們一直希望他重做環評 就是說 你從這裡換來這裡 幾兩個提防出來 本身是影響很大 然後中間當然有一些論述說 一百零三年 我們九十五年就通過 一百零三年 才公布這個保育區嘛 所以照理說 不塑既往 我說什麼叫不塑既往 是你已經早就有 當然不能塑你 可是你本來沒有 你一百 你九十五年沒有 一百零三年公布 你一百零五年重新要來有 那當然就要重新來做 我想這是第二個概念 第三 兩張圖 這繡錢一張 拜託 讓我們看第九張 剛才說的 這張才是真正的保育區的實況 剛才剛才 我剛才說 另外一張再放下來 再看第七張 這一張就是希望台電 叫我們改成這樣 這是台電 希望我們的漁業處 改成這個樣子 修訂範圍建議是 但是這也是你們環保局的資料 沒有 我們拿給你看 我這把揚映出來 這個是我們提供 這個是台電 希望說不要這麼大 對 這邊把它消掉 綠色就好了 這兩張圖最大的差別 就是劃在堤防外 跟劃在堤防內 是 他就是希望這兩個防坡 你不要在保育區內 好 我其實那個邏輯很清楚 據當年講說 就算他是保育區 但你只要發現呢 他是有豐富的生態 對 不是保育區也有豐富的生態 你也不能蓋 那不是保育區 你也不能蓋 不是不能蓋 就是說你應該要做 好好的環境影響 評估 因此關鍵不在於 是不是保育區 就我們身為環評的主管機關 環保主管不應該只是著重 要是不是有被列為保育區 而是先去看這個生態 我們要不要保護它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昨天環保署 批評新北市是強持奪利 深澳燃煤電廠開發案 預計在深澳港區 興建洩煤碼頭 但防坡提位置 就緊鄰橡鼻岩 與瑞芳保育區重疊 立院舉行專案報告 要環保署等單位說清楚 還原環評大會 當初是怎麼審查的 為何允許保育區可以開發 在最後一次大會的時候 事實上是審得非常的晚 那我們漁業處的陳所長 是在最後的時候 那經過委員來詢問有沒有意見 他的回答是不用了 他並不是回答無意見 深澳電廠蓋不蓋地方中央持續護槓 詹順貴指出環評新北市 只把焦點放在空屋 如今才引爆保育區爭議是馬後炮 新北市環保局又在舉行記者會 回應詹順貴 至於前總統馬英九十五號出席潑水街活動時 抱怨蔡政府如果重啟核四 深澳電廠議題就能解決 李英元則要馬英九 別忘記當初核四封存 是他自己下了決定 馬總統也不要忘掉 是在日本三一一福島核災之後 男女老幼包括所有的寵物都上街了 所以最後馬總統決定把它封存起來 有別於綠色和平等環團熟面孔 瑞方區的里長居民 則在近期組成自救會 在當地發起聯署 以瑞方人的在地身份 要求深澳電廠興建計畫撤回 環保署應該重做環評 不過李英元表示民眾有不同意見 可尋求司法訴訟等途徑 方案環保署不會重做環評 記者黃毅金應壘齊張子佳台北報導 局長我再請教你 那你們在整個環評或是環差過程中 有明確講出來 這裡是生態敏感 不應該開發 絕對要重做環評 應該這樣想 第一次會議的時候 我們中央地方都有一個相同 譬如我們叫漁悅處 他們叫漁悅署 漁悅署第一次就特別強調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保育區 我想這個地方一出來 其實大家都已經知道 他是一個保育區 其實只要看這一張 我準備的這個卡 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昨天其實一直在讓很多好朋友知道這件事 我們開到第三次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心裡已經秀到 這個案要準備送大會 所以那天感覺就是說 不然就環差過 可是這才是不符合我們所有大 台北地區民眾跟專業這個委員的建議 所以當天 在兩方的論述 要謝謝我們委員 特別提到說 就是這兩個防波體 如果做出來 剛剛這個教練講的 他的水流到流速變 整個的生態衝擊很大 所以只要看到這個表 當時叫兩岸併程 第一個案就是按照環差修正的內容通過 就是這次八比八掉我們副署長頭下通過那一票 這次就變成通過 可是當時的第二案就是重做環評 他的理由就在這裡 就是因為這一個I型跟L型的兩個 黃波體質要一做下去 他影響到整個灣內的水流 跟不管是速度跟方向 會造成生態很大的衝擊 所以最後一句話就是要建立 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也就是說這個問題 如果在會議中 所以你沒有在會議中 用嘴巴一直講一直講 怎麼可能會做這個決議 有做一個正式的書面 因為總共委員跟參與的 與會者總共談過三十七次 跟生態有關的議題 所以要送進大會進行的 最後一次的審查會 才會把這兩個提防所做的影響 影響進去 以我們來講的時候 這個時候已經做了這個決議 跟他是不是保育區 其實是兩件事 是 就是標示說我們要重視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高興的 不理哥 我再來請教邱老師 因為您之前也應該常常主持 這些環評大會 那我想請教一下 剛剛講說幾個那個時間順序 我們再把他釐清 原本是說在藩仔澳 就是在左手邊這個地方 要去蓋 可是他也包括說在深澳這個地方 所以他是兩塊一起的 那後來呢 新北市政府把這個地方 畫了一個叫瑞芳保育區 但確實等一下我們可以看農委會 漁業署 他就說保育區 只有說特定時間 對特定物種 禁止開採這個限制而已 可是後來呢 在這一次呢 所謂的環差會議 因為他把範圍縮小 規模縮小 然後呢 所以他覺得不需要再去重做環評 因為規模變小了 影響變少了 所以沒有重做環評的必要性 我們來看看 瑞芳保育區的爭議 這個是民國一百零三年所公告的 保護等級是第三級 限制呢 只有說特定的水產 特定的時間 特定的大小 還有非釣具類的漁船 就是一類整個一類整個漁字 那不能進去 新北市政府說呢 新北市環保局 你台電要協調 確保所謂的保育區爭議 處理完之後 再來做環差審議 而不是你先通過環差 要求逼迫新北市政府 要同意調整保育區嘛 剛剛我們看那個範圍差別 就是說一個是畫的比較大 畫到深澳這個港區裡面了 提防裡面來了 另外一個是台電希望 新北市政府可以說回去一點點 到提防外面 台電說沒有啊 我有跟新北市溝通嘛 但最後新北市沒有決議 所以有跟你們說 拜託啦 可以縮小一點 之前有溝通 但是新北市政府 沒同意 那環評大會當中呢 新北市跟漁業署 都說沒有新增意見 這個是台電的說法 環評大會當中 新北市跟漁業署 都表示沒有新增意見 環保署長李應元說呢 保育區內呢 是針對特定物種 特定時間禁止財補 沒有說不能開發嘛 不然你把我送檢查他們 說如果這我是錯的 你把我送檢查院 我都接受 環保署副署長 詹順歸說 新北市政府根本就強詞 奪理完全是卸責支持 包括會議紀錄 包括錄音帶 新北市政府都沒有 知智騙語 不過剛剛局長有拿出 一個會議結論出來 新北市指要求台電要編預算 定期的清預 沒有任何反對意見 我們再回到行政程序上 環保署所謂的第一個 不重做環評 只做環差 第二個說 在這個過程中 新北市政府 並沒有表達新增的不同意見 因此通過 與法有據 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任何的一個保育區劃設 它有一定的一個程序 但是我們應該看它的這個立法的目的 立法的宗旨 海洋保育區 或者是這個瑞芳保育區劃設的時候 就是希望能夠保護它的生態的多樣性 那麼才會因為這樣子衍生出後面的核心地區的一個保育的對象 比如說海膽 或者是這個大法羅拉 或者是龍蝦 所以我們應該回溯到就是說 立法的本意跟劃設的本意是什麼 我想這是第一點 是 那另外一點就是 這個兩個 這個環評的這個爭議 其實有一點我一直覺得 它是有 我認為是有一個瑕疵 因為原來的虛位是在翻載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火力發電廠 事實上早就已經拆得差不多了 它並沒有在動工或者在持續的使用 然後它的位置 現在堤防的位置 又移到現在新的一個這個生澳漁港 所以這兩個區位環境 生態環境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是應該要重新來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在生態環境上的差異到底是什麼 剛才主持人也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好像是現在呢 我們用一個比較好的一些 這個方法 似乎這個生態環境會 應該是沒有影響 但是不要忘了啦 過去我們對這個地方的了解不夠 我們所很多的這個調查研究 是不夠的 也許我們今天看到這麼豐富 可是呢還沒有建這個生涯火力發電廠之前 可能更豐富啊 現在是破壞的剩下了 剩下這些的一個狀況 所以到底情況是怎麼樣 其實是應該有更詳細的一個比對跟研究 但是我們還是要特別強調一下這個地方 如果在現實的程序上 因為環差已經過了 就是當初決議不需要重做環評 那環境差異分析呢 在三月的時候也通過了 現在還要確認還沒有正式通過 但是他的但書只有說經濟部要再去環評大會報告 包括說你的減煤路徑報告說這個電廠的一些什麼一些比較細節的 但有報告就好了嘛 就沒有說要報告到你滿意嘛 有去報告就可以公告了 在法定程序上是哪一個單位有權力可以重提要重做環評 現在有這個機制嗎 是我想這個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可以提出這個數願 當然可以來提出這個方法 他可以跟行政法院提數願 我來補充一下 兩個啦 第一個我還是先回應 剛剛其實那個環保署講的只有講一半 就是剛剛邱老師特別提的 他禁止他的採收季節時段等等 那就是我們的育嬰房 就是說那個是我們的海洋育嬰房 就是一段時間不要去摸 不要去摸 讓他可以重新複育 重新這個繁殖 可是其實我們還有一項 就是你連要投餘焦等人工設施下去 都要經過我們餘悅處的統一 法律有一個叫做舉清民眾 你要投餘焦那個東西下去 來做出這個一些工 一些類似小工程的時候 都要經過我們餘悅處申請 何況是這麼大的防波體 其實在公告 我一直在講 就是農委會餘悅署 他所謂的新北市瑞芳保育區 ABCDEF點到底在哪裡很明確 那必須限制什麼呢 就是說像九孔沒有到四公分 你不能挖 龍蝦你沒到二十公分不能採 沒錯 海膽沒有長刺長殼 不滿八公分也不能採 然後還有像是大法羅啊 珊瑚礁石禁止補採 他就是好像說特定時間 其實還下一項 第三項就還有一個 我今天沒帶來 其實他在談的是說 你如果要施工 人工的餘焦投射 拿走等等 有一些牽涉到施工 都要經過我們餘悅處的同意 所以我們剛剛新聞稿 其實把這點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這一個部分 所以說他如果要蓋碼頭 他一定要放東西下去 不然要蓋碼頭 剛剛講 輕微的我都要管 何況你蓋一個這麼大的提法 舉輕民眾 對 舉輕民眾就是那樣來的 這個事實我們剛剛 所以在法律上 新北市環保局 有全力資格去提書院 現在就要提 其實有幾個方法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 這個議題討論到這樣 很重要 第一個 都不要走法律訴訟 有一個單位就可以提了 叫做經濟部 他說我們這次環品環差過 沒關係我沒做 我自己重做環品 這個就是說 你覺得怎麼可能 我還蠻期待 看到我都真的 經過大家討論 怎麼大家共識這麼高 不過我的期望值不高 那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就是走法律訴訟 誰走 那有兩種思維 一個就是在地的民眾 在地的民眾出來打訴訟 那現在自救會 已經準備打團體訴訟 所以自救會已經有了 第二就是我們的政府機關 我們現在正在嚴厲 我們有些機關 在附近 那我環保局 在地方是捍衛空氣品質 污染生態保育 我們可以協助他打訴訟 可是現在這個案例 我們正在找 因為以往都是有在地的民眾 自救會 請問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藉由法律途徑 不過我們還是強調 所謂的政治上的紛紛擾擾 不是我們今天 我們這一次關心的重點嗎 還是關心說 到底深澳 蕃仔澳 瑞芳這個地區 為什麼新北市政府 要畫一個保育區 裡面到底有什麼 蓋了電廠 會導致什麼樣的衝擊影響 我們來看看 包括潛水教練 包括學者說 這個地方 他的生態資源 為什麼這麼豐富 這裡是基隆市的蕃仔澳灣 十年前 臺電要在這裡 興建深澳電廠的 洩美碼頭 潛水教練和其他夥伴 努力搶救阻擋下來 升澳電廠原本在二零零一年退役 但二零零六年 臺電提出興建電廠計畫 通過環瓶動工後 因為洩美碼頭 影響海洋生態而停擺 不過去年臺電以北部供電能力不足為由 再度提出環差分析審查 為了通過審查 臺電避開翻載澳灣 把限煤設施集中在遠開發範圍內的深澳灣內 但還是帶來許多問題 灣澳的出口的這個位置 蓋一個一條490公尺的長的堤方 向外延伸 所以這裡都可以看到這裡觀光客非常的多 這是國內外觀光客很喜歡來看橡皮岩 看海灣的一個景點 在這裡蓋了一個非常巨大的一個 巨大的一個防波堤 跟限煤港之後 後面看到這個彎繞的景致 就完全都不見了 不光如此 王明翔認為電廠冷卻水排放 也會影響海底珊瑚生態 而就在上個月深澳電廠通過環差 但隨後空污和生態疑慮接踵而來 如果政府無法釐清爭電 恐怕會讓深澳電廠的爭議持續擴大 來教練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水下面是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這條是什麼 這個我們叫做我們在拉側線 就是測量珊瑚的那個距離 我們比如說五十米或是一百米 它的周遭的珊瑚的密度 有多少 這個就是五十米的測線 五十米的測線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看到 在五十米的範圍內 有多少的珊瑚 全部幾乎都是珊瑚礁 五十米就正看了 五十米 長度就是那個長度 我們這樣的測量 我們跑超長 走一百公車就走到要累死了 這是五十米 是五十公車 我們來看看 那就拜託教練 一邊看一邊跟我們解釋 所以現在這個都是什麼樣的珊瑚 這個十三湖 十三湖 十三湖 像這個十三湖 這個是在差不多十年前 臺電在那裡做那個水下探勘的時候 我們就看他的工作船過來 不知道在幹嘛 那時候我們也是在做海底的 那個桶狀海綿 桶狀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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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十三湖 這個全部都是十三湖 這是五十米 沒有沒有 五十米的長度 深度差不多在二十米左右 我們現在差不多走二十米而已 差不多 還有三十米還會走完 所以他其實是一整片 一整片 你這個地方在哪裡 這個是在華納烏的原本的預定地 這是在番宅 對 因為那個當初我們會去做測量 就是台電 他的環瓶說 當地的這個海域 沒有什麼生態可言 那我們下去看 就發現這個生態 是這麼豐盛 為什麼台電會說環瓶 報告是沒有生態可言 十幾年前那個環瓶 到底有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現在我們最正義的 就在這裡啊 你十幾年前環瓶 就有問題了 就已經有出現 十幾年前就是要在這個點 對 翻宅澳 蓋碼頭 對 但是沒有去做水下探勘 有做探勘 不曉得怎麼做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這個 他說沒有生態 下面沒有生態可言 這個也不可能說 這十年才突然冒出來 不行 這是十年前做的 我也是當初做的 邱老師海洋學者 看到這個會很新的嗎 當然了 因為這個除了他在深澳灣外面 這個潛灘地區有珊瑚礁以外 其實到七十米到一百米左右 也有個大珊瑚礁 所以這個地方的鎖管漁業非常的強 是 然後另外一方面 你看到他這個白帶魚啊 在盛產的季節的時候 連南部幾個縣市的這個漁場 都跑到這邊來 是 所以深澳漁港 你從這個漁獲量來看 從他活絡的一個情況來看 他的生態相是非常非常豐富 好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但是很顯然我們的電腦 應該要更新一下 我這個電腦有時候放不出來 影片很麻煩 來 教練你怎麼說 來 那我們現在 剛剛在那個蕃子澳灣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大海傘 那個那個區域的大海傘 就差不多有這麼大一個 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們用這一張來做比對 我用實際的那個去量的話 差不多有180公分左右 那你看我一個人 這是我朋友 他身高有172公分 那他就可以直接在大海傘上面 那個你朋友 上面黑黑的那個你朋友 比對 這個就是最好的比對 你朋友百倍 百七七七七七三公分 你那個就是這個 對這一顆 這個我也用實際測量的 我電腦修好了 不好意思 這是應該要更新公司資源 真的有限 這個是180公分的測線 測線 對對對 我們測量 實際測量 這要怎麼說一顆珊瑚 這一顆至少 珊瑚不是動物 應該叫一個珊瑚啦 這個是那個海傘 這差不多60年 才有辦法超過60年了 180米 我笑出來 180公分 180公分 就比這個還寬 還要寬 然後食人桌的吃飯桌 我用食人吃飯桌來比喻 怎樣那麼大一顆海傘在那邊 邱老師 180公分的這個珊瑚 這算很珍貴 這是非常大的 而且非常的完整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完整 這一顆現在還在 新北市政府 到底掌握的狀況是什麼 你有去海下探勘嗎 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們拜託 王教練 一定要出席環評的晚因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看到 這麼豐富的地方 然後 真的如果你台電 不管你在提供資料的完整性 他真的 他對生態的因應政策加一張 他有調查 當然有調查 第六張 第七張 都沒有啦 剛剛他講都沒有 我就覺得 這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這一次就要說 我們為什麼要找各個團體 來幫忙 在會議中來倒共 是 然後講的說 你看照片是真的假的 所以為什麼當天 王教練在大會 特別人親自到現場 就是我們有掌握到說 你看有這麼好的豐富 生態不在乎你有沒有 列為保育區 這麼好的豐富的地方 你針對生態裡面 排電 你還是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這就是我們希望說 其實這次就剛好主持人說 不是說政治 其實我們就是要回到我們的價值 環保的價值在哪裡 你的開發經濟和環保 一定找平衡點 不過你支的權力要出來 要讓我們所有民眾知道說 你實際上有哪些問題 你的因應政策 減低策略補償作為 然後你的情況該怎麼去處理 你就一一的解釋清楚 這次都沒有 所以我們才特別請王教練 當天把這些 他在現場就是這樣秀給大家看 各界怎麼樣看待這個電廠一蓋 是不是真的會嚴重衝擊到 剛剛我們看的這些珍貴的珊瑚礁 有啦 這不用再說沒有啦 確實是有 所以接下來要爭辯就是說 那蓋了會對現有的珊瑚礁體 造成什麼衝擊 這可能大家要來辯論 我們來看看 新北市環保局說呢 深澳狹角周邊區域是潛水人士 就是王教練所熟知的珊瑚礁的區域 如果你蓋了那個兩個防波體 將會嚴重影響水下的生態 這是必然的 因為洋流的關係 再來呢 還有冷卻水 因為你那個電廠很熱嘛 你要冷卻嘛 這個很那個比較高溫的水 放到海洋裡面去 當然也會對生態造成很大的衝擊 王教練講說呢 這個洩梅碼頭 剛剛我們看到的新增 那兩個碼頭 那個堤防呢 會導致海流的改變 直接衝擊 翻載澳灣 朝進海灣 那為了防止說 你那個水溝鏡砍掉的 所以你要把它掏 好像你要用沙拉托 油汙才能洗得掉嘛 你就要用 但是呢 你把這些海姆粒啊 這些貝殼啊 殺光之後呢 珊瑚礁大概也都死光了 生態的研究學者呢 梁怡碩呢 他說呢 防波體雖然已經修正成 所謂的深澳狹角 不會去碰到他 就是離岸的啦 可是他很大呀 那那麼大一定會改變海域啊 所以呢 也會直接破壞 藻類跟淺海的這個底漆生物 不過經濟部講說 我已經簡化成這個 比較簡單的防波體 再來呢 我不要跟那個 佈花蓮做會 我是叫離岸的 就是他跟碼頭 還有中間空一段 再來呢 防波體呢 不但不會傷害 反而可以像是 剛剛我們看到船丟下去 這叫做人工牧場 就是海底牧場 那防波體呢 就是海上牧場 就是類似人工余礁的功能 可以增加有效的棲地 我再請教一下邱老師 為什麼 蓋了剛剛那兩個堤防之後 我們就會認為生態被大幅的破壞 有任何的學術依據嗎 這個堤防在蓋的時候 當然你投注是非常大 重量的一個結構物 這個是在保育區裡面 我們一直在講 他漏掉一個說明 就是你投入或者移除人工結構物 是需要經過主管機關來許可 這一點都一直 就是新北市部 你當年也沒當年 對 那另外一個 他因為他是一個重壓的結果 就過去呢 也有很多的這個潛水的同好嗎 他們就有一個爭議嘛 比如說在綠島我們用這個電線桿魚膠放下去 然後就造成這個珊瑚膠造成很大的一個影響 是 那另外一方面呢 這些離岸堤或者人工結構物 到底會造成海灣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可能一直都忽略一個事情 就是說這些海灣呢 其實他是一個比較淺海域 而且他是一個比較保護型的一個環境 他在這個生態上面呢 其實也扮演一種庇護的一個角色 所以很多的小魚小苗 然後繁衍的時候是在這邊 但是我們在這邊 不但是在加入很多的人工結構物 可能還要注意到一個事情 我們叫航道還駿生 所以他挖的時候呢 可能也會造成一個影響 另外呢 這個我們現在已經初步也瞭解了 在外這個三號灣旁邊 在夾頭附近呢 也有過去的沉船嘛 所以這個在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裡面呢 也必須要去做一個處理 所以他還有很多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 我剛剛特別強調的這個海灣的部分呢 我舉一個例子 像我們這個大鵬灣 大鵬灣呢 就是有一種這個 很多這種蝦嘛 他是在裡面成長 等到他長大以後 他才會游出來 所以這些灣澳呢 其實是扮演一種庇護性的一個角色 保護那些鮮魚小苗 所以這個地方呢 只要這個海灣呢 他的流礦改變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會造成很大自己的影響 那何況 這個變成一個重要的一個洩媒碼頭的時候呢 船舶進出了 他對生態的干擾可能是非常大 所以我們現在還搞不清楚說 灣澳裡面這些小魚小苗所產生的生態鏈 跟外面的這些漁業產漁業資源 到底關聯是怎麼樣 是 這個其實是還是需要有進一步的探討 局長我出個收主意了 這可能法律上也不一定成熟 你們新北市政府可不可以趕快委託 具有公信力的學者團隊 把深澳地區的水下生態好好做一個 不是只有去拍照片拍影片的這種 好的謹慎的學術研究 同時去行政法院提起 像是假處分的這個動作 說我們現在發現了嘛 真正不知道嘛 現在發現了我當作 你好歹等我做出來 你才可以去興建深澳點廠 謝謝主持人喔 其實我們在談空污的時候 我們你記不記得上次我們拿過 莊秉潔老師跟臺電做的那個 插衣插衣插衣 我就有說了 我們那時候在其實我還是在強調 新北市政府不是說你做得不對 你怎麼辦 就是你把它做清楚 本來在環境影響評估裡面生態的調查 他就是有一個專章要去把它做得很清楚 所以我那時候也有一個說 我說要不然這樣嘛 你如果覺得莊老師太高 臺電的理工工太高 要不然你再找第三家 沒有錢我們新北市政府來出 所以就是這個概念 如果今天身為開發單位台電 你對海洋生態 你敢說好 那我們等新北市政府委託做出來 我這個案暫時擱置不做 我們馬上做 反正你那二零二五才營運的嘛 你還有七八年 所以我現在怕的是你做了 然後他又不理你 然後又再吵了很久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都很希望 剛剛主持人講的很有道理 不要吵 都停下來 你也重做環評 你擔心說新北市政府做出來 你也做一個 我們也來做 我們也找的是像老師這種學者專家 不是我們自己來務 是 就是大家來做 其實回到理性的探討 這是台灣 台灣這段時間裡面 很好的一個發展 所以剛剛主持人這個建立 我都覺得具體可行 如果今天台電 你覺得這個生態 就像剛剛王教練 什麼都沒有 我們來做給你看 我們人都找來現場說你聽 不行 我們就找學者專家再來做 是OK 可是大家彼此有個默契 有個承諾 你滿加實施 你就割著 你報告可以一年後再報告啊 不 台電第一個 他能說服我說 那個王教練拍的都是假的 都是二三十年前的 現在一個東西都沒有 這我們就接受 第二個就是說 好 你承認現在有這些 珍貴的珊瑚膠體 但你的身袋蓋了之後 一點影響都沒有 你要來說服大家 可是還有要說服大家的一點 恐怕是大家在斟酌說 那可不可以燃煤改燃氣 但就算改燃氣 剛剛那個東西也都得重做 就算你是燃氣電廠 你還是會要挖碼頭 要通接管線 你還是得去做這些環評 或是生態衝擊影響 可是改燃氣真的可行嗎 行政院長賴清德說 除氣槽輸氣管 這客觀條件都不容許 所以沒辦法改燃氣 張景深如果要說 要改燃氣 要經過基隆協和電廠 拉海管 或是從基隆拉路管 你如果路管要經過基隆 經過基隆市 然後海管要經過五個漁港 基隆市民漁民不會反彈嗎 林佑昌講得更直接 你要改燃氣 管線要通過基隆市 是不可能會被打八地 所以就是基隆全部的人都反對 新北市長朱立倫說 那為什麼一定要燃煤呢 可不可以有一些所謂的更多的資訊 民眾想知道真相 燃煤改燃氣是一個問題 但無論如何這邊的生態衝擊都得做 還有一個除了生態之外 大家另外一個最關心的 難道旁邊的這麼多的小學生 這麼多的居民 北部地區的空物問題 會不會更加嚴重 因此也有立委說 你一定要去做周邊 特別是國小學童的健康風險評估 醫師 環環和民進黨 及時代力量立委 強力呼籲政府撤回深澳電程案 就怕燃煤對深澳居民造成健康危害 醫老師住在深澳電廠附近的深澳裡 對案子的討論過程 沒有採納居民的反對意見相當不滿 尤其電廠附近五百多公尺就是瑞賓國小 比起雲林許錯國小 離六清的九百公尺還要近健康堪憂 燃煤再怎麼超超領界 也比我們的燃氣要髒很多 因為它有重金屬 二氧化硫 還有代曜心 這些都是會致癌的 瑞賓國小 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原住民 四分之一是新台灣之子 好不容易在2007年 從電廠的污染下解脫 如今如果環保署只是用一個環差 不被外界可以所接受的 實際來瑞賓國小 五百多公尺距離外 就是深澳電廠 不過中間隔著山丘 未來燃煤產生的空屋 會有多大的影響很難預料 但環團擔心 深澳附近的地形 加上逆溫層效應 會讓這裡成為空屋大門鍋 逆溫層比較多 我們來看燃煤電廠 以後如果蓋了 它可能催這裡 這裡就是深澳的瑞賓國小 拜燃煤電廠蓋在這裡 只隔一條馬路 老實說馬來西亞 也安全緩衝綠帶是一公里 環團邀集不同黨派立委站臺 希望政府多和當地居民溝通 並立刻撤回深澳電廠案 營疫是否有綠能 或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接著曹營軍出負財 郭俊麟台北新北報導 所以徐老師 我們從空屋談到生態保育 再談回來生命健康 看起來這個爭議要解決 也不是說我們反對深澳電廠 但是恐怕真的是需要一個 完整仔細的 重新的環境影響評估 是 我想這個空屋的問題 的確是非常非常的 也值得我們關注了 剛才除了我們許初屋國小以外 那瑞賓國小以外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莊秉杰教授 他引用臺灣的癌症地圖 你可以看到過去二三十年來 臺灣的癌症 陳建仁副總統的學生做的 但是我也要特別強調一下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這一兩天的風向 今天的風向是從深澳 吹向瑞芳 明天的風向5月18號是吹向基隆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三凹 三凹 所以這個空氣 他可能會一直往上上 往上上揚 所以將來影響 不但是這個瑞芳地區 或者是瑞賓國小的問題 他連九份的觀光 還包括過去有一種說法 像協和電廠這附近 那因為這個空氣污染 所以造成我們現在透過這個 基隆河的這個古道 然後就造成了我們的南港地區的茶葉 文山包種茶 其實是漫漫木若 他不斷地撤退到這個坪林 坪林 坪林這個地區 所以這個空氣污染的問題 其實是應該要通行考慮 但是我們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不管是地方上是怎麼樣的反應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深澳 跟協和電廠 不過是五六公里 你要在五六公里 建兩個電廠 有沒有可能是統合去考慮 你就不用去拉一條這個管線過來 那麼這兩個電廠 北部這個地方 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 既然這個協和電廠都要填二十幾公頃 你是不是可以一起考量 協和蓋大一點 但另外一方面 我們可不可以用海洋的能源來發電 變成把海洋這個科學園區 設在這個基隆 然後來振興基隆的這個 或者是東北角的一個產業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是值得我們特別去觀察 新北市的數學會是從中華的 世界上的鳥類千百萬種 什麼樣的鳥和我們是最親近的呢 有些鳥和其他動物是互助關係 有些鳥是凶猛狠毒 高高在上的獵物者 地球上到底擁有多少種鳥類呢 周二晚上十點 十點全紀錄 天生贏家 就在公共電視 探明社會主義理想國 接近真實的北韓人民 七十年一線之隔 金氏政權領導人金正恩 北韓難民之子文在寅 跨越三十八棟縣高峰會談 朝鮮半島上的戰爭和平 四月二十三日起鎖定攻勢頻道 兩韓峰會特別報導 幾天 四月二十七 台幅 最大的困難比較難教 就是 他愛講話 阿 你沒有跟老師說什麼 老師 第2塊 我們讓他選 他就說 他要去 這個地方 你幼稚眼 中班的时候 我们外面听到 看人家听到 热热热 我问他热热 整个工厂里面有许多的工作内容 它特别偏好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这当中 找到一个所谓的自然支持者 其实我们看一个服务对象 他的就业 我们不看他就业媒合 成功或不成功 而是看他长远的稳定性 在你的里面 我看见一座高山 它松立在你的愤怒上 我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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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丢起所有装在骄傲的行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